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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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闲九弟 你万以拟天辉四降仙路 至北冰草藥成精 世卫何故 只为救我心爱之人的性命 你可知 心不能有情 若心不能有情 我愿永世为人 他体内有魅力残魂 即使你是一仙 竟想着回生线路 也就回他 爱上他呢 你可后悔 直不 好 你竟不悔 本宗便将你贬为凡人 除尽精怪 否则 你将为形神俱灭 我皆不复 自天降先路以来 草药精怪现世 相传 每逢月圆之夜 便有精怪 吸人灵迹 派人性命 为此 朝廷特班部藏药令 设立尚庆司 已抓捕精怪 大人 那精怪向林庄逃去了 恭喜九年大人 终于将这害人性命的精怪 抓获了 九明大人 九明大人 山间危险 您还是多加小心为好啊 摘下面具 我便是郎中阿九 不必换我大人 克兵 都会安全的 不应该 你不客气 患者 满人 你不客气 你不客气 真的很累 去毒屋头 中了我屋头的毒 竟然还能动弹得了 我不杀你 只不过这山间待久了呢 就需要点男人的灵气 来自补一下 他一介凡人 怎么能破了我们草药寨的结界 我把蓝根在这草药寨里修炼了一百年了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和灵芝姐姐一样 去人间看 刚刚什么东西掉下来了 凡人 还是个男的 若是我与他结成灵配 那不就可以让他带我去人间了 这人怎么不见了 小褒草 鬼鬼祟祟的 干嘛呢 板蓝根 好不容易捡个男人 可不能让他抢走 原来他也是金怪 我且问你 你有看到一男子掉下来吗 什么男子啊 我没看到 你去那个林子里看看吧 你当我瞎呀 老木头 干什么呢 你个六根不全的残草 也敢跟我抢男人 你 什么你的男人啊 怎么 他头上写你名字了 再说了 神仙抢到就是谁的 不自量力 好你个小破草 灵力不足 神仙抢了 神仙抢了 老乌头 这人间男子的味道 真美味 找打是吧 我击中了乌头的毒物 又未将秦王所带在身边 不如静观其变 看他俩要耍什么花招 这 真带劲 不认识 白兰跟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回去禀报神长老 说你善劫灵配 至于你 你等我 你赶紧让他带我下山才行 头好晕啊 头好晕 那个 你我乌劫灵配 我命令你 赶紧带我下山 死 啊 头晕 啊 既然你自投罗网 我便将你带回赏青寺 九弟 显示孽缘未尽 你竟又遇到了他 我们家九神医啊 是不是风度翩翩 气宇呐呐 是 是吧 这别命令你哪个姑娘 不被我们家九神医 比得五米三道的呀 但是啊 我们家九神医自如在死 人家自在于卦福祭祀 压根就不计女神 九神医来了 九神医啊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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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神医啊 哎 小姑娘 你们快走 快走 九神医啊 你们快走 快走 九神医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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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还能装多久 神医啊 太 ważne了 explained 你有什么 像 呀 是 也算 你 揹 儿子 你磨得是吗 你磨得是吗 老白 老白 我没事 那我给这位姑娘 搞点鸡汤补补 不用 老白 把上去来哈 不用 糟了 出来人见人心不稳 忘记这事了 七十一高 月黑风高 小心金怪 这金怪 向来诡计多端 先前他与我所验 究竟是何意 你我已接灵派 我命令你 赶紧带我下山 还是先将他送去赏青丝 日后再慢慢审问也不迟 在牢中 个人 对 来 打 来 月黑了 天啊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可以 她 你 但是你 她 你 是 在我白草堂撒野 什么小小精怪 本姑娘有名有姓 卸想名栏 是这个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 板栏根精怪 今日呢 幸得你相助 正式出生啦 大大包天 现在就送你去上青丝 定 好 你个小小的呆郎中 还想把我送去上青丝 本姑娘 今日刚来到人间 领气还不够稳呢 还想要你再 资助几日 等吧 你个精怪 对我用我什么化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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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了吗 你懂了吗 哼 哎 小小精怪 满嘴胡言乱语 怎么胡言乱语啦 呃 你看看这个 这是灵仆的印记 做好你灵仆的工作 直到我修为人行 自然会和你解除关系 放你离开的 你吃掉了 我吃掉了 知道我是谁吗 那就该上我的床 不就是个呆郎中吗 难不成还能吃了我 动吧 我若是 真能呢 那你就试试看喽 大力一点 再往上一点 再往上一点 既然他清醒是我不能反抗 那尽先委屈求全 待明早他尚未睡醒 就把上青四人马把他抓走 别想了 我呀 知道你在想什么 咱俩呢 现在就是零配关系 现在呢 就是同死同伤 我若是有半点闪失 你呀 也一样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妖术 不信 不信你自己试试看吧 我 我 你 你 果然是诡计多端 满嘴谎言 我说的是 我若有半点闪失 你也一样 你自己受伤 关我什么事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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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没骗你吧 你呀 就过来乖乖的躺好 等我吸足了零气 自然就放你离开了 嗯 乖啦 听话 这小兰果真跟着凡间的野男人 私跑出了结界 说话 是 他们还结为了灵配 那以后就是同死同伤之命 言听计从之令 属下实在担心 这男子以凡人之躯 就能进入结界 这身份怕是不简单哪 这小兰生性贪玩 卑民国有到处都是上青丝的人吗 怕是会有危险哪 五头 是 你这就带人把小兰找回来 切记 要小心行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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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她好 她好 她也好 我才好 嗨 不然是有个个人 我们在乱李 有姑娘吗 没有人 怎么会有人呢 里面没人的话我就进来了哟 没事 等一下 我进来了 掌柜的 有姑娘走 你找啥子 各位早上好哈 九神医今天献号 仅限十位 千道千里 好啊 今天就是你是吧 就是你是不是 好啊 冲击换击 掌柜子 好啊 啊 出来人间到处闯祸 还是得把它看紧才行 救生医 救生医 我的胸口好慌 你帮我看看 想不到你个胆郎中魅力还不小 眼头这么多女子头坏松保 就要胡言乐语 救生医 我说的是真的 噢 伤悟躁 我们还是先诊脉吧 嗯 简入惊我与他同死同伤 就无法够了 我无法直接送他去上京寺 九十一 我怎么了 而且他一旦被抓 定也会伤及我的性命 不行 九十一 我怎么了 还有的痣吗 哦 无妨 只是偶感分害 吃服汤药就好了 区区一株板蓝根 悲不足道 随处可见 九十一就这么喜欢 小心 让我走 疼死我了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这是我给你开的药方 你就按照上面所写 每日复用就好了 谢谢九十一 我 板蓝根这个小破草 如今不化人形 竟能施展法术 定是因为吸了 那个郎中的灵气 不行 老娘医 要把这个男人抢过来 你干嘛 你给我定住 大郎中 你可不许乱动啊 这可是我特地 给你准备的药育 能够强身健体 疏通经禄 最重要的是 帮你把灵气补回来 拐门洗刀 是真的 我自小呢 就六根不全 为了能修成人形 可是研究了 好多不身体的方子 我跟你说 只要泡了这个 你身体肯定 肯定 肯定好 来 枸杞 补肾 黄旗 补气 最重要的是 加上这个上豪的挡身 补补血 都加什么 来 这熬汤的方法 拿来泡草有何用 哎呀 别着急嘛 还有最后一味药饮 没放了 干什么 跟你一块儿泡呀 我板栏根修行百年 那可是上好的这个药材 再加上这几味 一定把你泡了白白胖胖 相信我 别过来 你别过来 你要跟我客气 别过来 我让你别过来 别笑 救命大人 这是谁啊 别论说话 救命大人 哎呀 救命啊大人 我将老母今天突发重命 昏迷不起 我这些人 我这 这不是都该咋办了 你快叫救他吧 求求您了 我求求您了 求求您了 求求您了 这样吧 你先去门外等我 我一会儿过来 谢谢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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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 有正事了吧 那动吧 你放心 今天不管多晚 我都一定会把你老母的病 给治好 可不是说过了 不要来白草堂找我 为何还来 当然恕罪 主要是上青司出了大案 夜行亡命属下 立刻带你前去 所以 你 什么大案 灵芝 逃了 救命大人 叶亲王 属下来迟 叶亲王 不愧是九明大人 好伤手啊 叶亲王 好剑法 九明大人天赋一饼 武功高深莫测 在我北冥抓捕金怪 可谓是第一好手啊 幸得叶亲王赏识 属下才能进入上青司 未免除害 我对你讲过 百人不在世 你我兄弟相承 不必距离 阳规正传啊 自我上青司成立以来 可从未有精怪能逃出这藏药箱 此事你怎么看 这精怪一旦进入藏药箱 便没有办法化成人形 更别说施展法术 如此看来 定是有人在外配合 不过这灵芝身负重伤 走不了太远 属下会尽快将其捉捕归案 好 最好是将其同伙一并拿下 就是得 有劳兄弟再出手一趟了 那 你看看这个 这是灵芙的印记 是 这精怪啊 在我北宁时愈发的无法无天 给我定住 你呀 就过来乖乖的躺好了 等我吸足了灵气 自然就放你离开啦 乖啦 听话啦 这如此下去 便会祸害男子 威妃作胆 其人太深 正兵 你这是怎么了 身子没事吧 哦 无事 徐氏 新来过于劳累 肝火伤你 我这么一个小小的上青丝 怎么管得过来那么多的精怪 这段时间 辛苦你了 对了 这残药箱 可否借我一用 这残药箱 可否借我一用 老金仓药箱 嗯 呗 在廊子 你乖乖的 我会好的你 啊 哦 嗯 啊 啊 嗯 今天我定要把你这个小妖精的结局 不好 对了 大王中 你在干嘛 我在想你是不是饿了 前世抗风未跌飞过你没风 不过平生一场梦 如今至今得尽快想办法解开这林培关系才好 其一 灵谱生病 其二 灵主自愿解除 否则无他法 掌柜 这不是你经常拿的板栏根吗 这是 你先把它放回去 别让它过来 你慢点 你慢点 在那儿 救 救世医 求你救救我家娘子吧 她 等一下 从未有精怪能逃出这藏又香 他是个小妖精的 大人 大人 小女一心向善 从未害人性命 灵芝姐姐 她怎么会在这 灵芝精怪 自我上青寺成立以来 可从未有精怪 能逃出这藏药香 如此看来 定是有人在外配合 灵儿 我已经让大名鼎鼎的九神医 请了过来 应该是她潜入赏青寺 她一定会治好你的 我的医术 只医人 不医精怪 九神医 九神医 我没想到你也是心存偏见 狭隘之人 我知道 百姓都对精怪避之不及 唯恐被害之性命 可我与灵儿夫妻多年 她心地善良 从未做过任何的坏事 当初 若不是因为遇到我 而留在北冥国 也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 我一定会想到你 我应该再继续 她的好看 我应该想到你 带你 带我来 是 不 我 这 你 我 我 可没想到 他在出去采药的时候 被尚青丝抓了 我偷偷潜入境去救他 没想到经意外受伤 他这次的病 也是因为拼命为我疗伤所致 灵儿 尽管也有善恶之分 宁静医者人心 怎能见死不救 你走进去看看 说不定我有办法 我命令你走过去 你给他把麦 我请看看 他这是元气大伤 心脉耗尽所致 若是继续这样 只会漫漫枯尾化为原形 除非用灵佩的血来 滋养他的根部 方可痊愈 你与他 可为灵佩 我与他曾为灵佩 可他为了不伤及我的性命 与我解除了灵佩关系 无妨 只要灵芝体内有他的灵气即可 妖方已开 是否招办 你自己定夺 我好吗 我好吗 我要我解除了 我来自救灵佩关系 那我们棵佩关系 灵芝姐姐和那位叫孟芝的书生 感情真好 一个拼死疗伤 一个献血救人 我什么时候才能遇上这样的好男人啊 献血救命这事 恐怕没这么容易 什么意思啊 人血甚是珍贵 稍有差池就会危及性命 那精怪如今命不久矣 书生又岂会轻易冒险 你是说那书生会放弃灵芝姐姐 灵芝姐姐 有我在 你就不用担心了 人血珍贵 我们精怪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她既然自愿与你结为灵芝 那就是心甘情愿为你所用 你不要再劝我了 今天无论如何 我都要救你 这是九名大人的信号 以寻得灵芝精怪踪迹 立刻出兵 是 两次信号 难道发现了两只精怪 不好 大胆精怪 岂能容你在北冥为非作歹 草菅人命 全部能让灵芝姐姐被抓 我们与尚清司无怨无仇 为什么对我们穷追不舍 即使精怪害人幸运 我们尚清司当然要玩 谁说精怪害人幸运 倒是你 黑派不分烂装无辜 让我看看 我这面之下 这是什么想法之人 放箭 宁可无杀 也不能放走精怪 我家凌儿从未害人 你们为何总是不放过她 从未害人 那你身上的血子 又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自愿献的血 凌儿重病不起 唯有这样才能救她性命 她从未害过我 反倒是屡屡救我的性命 就连那素不相识的精怪 永远以为我施法疗伤 今天无论如何 我都要救你 那丹郎中说那梦汁 可能会危及性命 我实在放心不下 你就在这里好好地安心治病 相信我 我会为她施法疗伤 确保她一定无事 她们真的不是坏人 她们 看来果然不止一个精怪 把她抓回去 严加可问 慢着 我不敢宽于这红尘乘龙 身后有血绕过 半生如今无眠 我跟你们走 灵儿 你说什么傻话呢 你安闯苦毒十年 如今注意处施 不可为了我 误了前程 灵儿 梦汁 松手 大人 她只是一件文弱书生 被我迷了心知 方才只是胡言乱语罢了 望大人能既往不咎 放她一马 小女灵芝 愿意我自己 换她前程 带她走 你们谁敢过来 谁敢不许碰她 冲剑 我不敢忽于这红尘乘落 可爱谁又难逃过 宿命不敢为 可爱谁又游 若是国体重逢 不为谁动容 只剑一剑都风烂入怀中 我不敢过遇见 红尘乘落 身后落血绕 若过半血绕 你骗了我 你根本没有与我 你根本没有与我重劫灵派 对不起 太危险了 我不愿意 让你 让你受伤 我 你无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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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灵芝精怪带回上青丝 叶星王看来一定重重流伤的 叶星王看来一定重重流伤的 我 你无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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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您这伤势 把灵芝带走 没想到少亲子 还有这么厉害的高手 糟了 戴郎中的 戴郎中 戴郎中 你人呢 你去哪里了 戴郎中 就连那素不相识的精怪 又愿意为我施法疗伤 戴郎中 我们与少卿四无怨无仇 我 我们与少卿四无怨无仇 为什么对我们穷追不舍 小岚 你没事吧 都怪我 都是我的错 我本想着去帮灵芝姐姐 没想到遇到了伤青寺 结果我受伤了 还连累了你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 我本以为 灵芝一定会杀了那个树生续命 神智 神智 我怪你 犯人对我们精怪早有偏见 伤青丝更是宣承要斩尽天下精怪 明智姐姐 她要是被抓了 不行 我要去救她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只想告诉你 我刚才在街上 碰见灵芝夫妇了 灵芝的棋子 已经好了不少 真的吗 真的吗 灵芝姐姐 她逃出来了 你没骗我 这灵芝精怪 可否交由我来审问 你一向只管抓不问谁 今日这是怎么了 那日北明山抓捕之时 我叫桑生怡 灵芝为未光怕热之物 向来不见烛火 可是发生凶案的民宅 却灯火通明 想来实在蹊跷 我上青丝向来只管抓捕精怪 这查办案件则是要递交大理寺审理 这样吧 你所说一事 我会向负责此案的朱少卿说明 争取查个水落石出 据附近的百姓说 那日夜里还听到了小女孩的哭声 可是案发之后 却不见踪影 若是我们能先找到 不在其位不谋其职 查办案件并非你我之责 救命 你以前可不是个好事的人啊 是 想必你也累了 早点回去休息 你这伤是怎么回事啊 小伤而已 绣扬几日便好了 我听寒夜说 今夜你一共想起了两次名利 难道有漏网之余 并无 你可知 为什么一株小小的灵芝 竟然能逃出我守卫森严的上青丝吗 是我让寒夜故意松懈守卫为之 我本想顺藤摸瓜 找到传说中的草药寨 才将那些精怪一网打击 可没成想 来救人的竟然是个文弱书生 可惜了 我知道 你并非凶手 今日放你离开 此日不要对任何人提起 老夫练丹三十余年 是不是草药精怪我一文便知 这分明就是一枚普通灵芝 与先前所补的灵芝精怪毫无关系 依老夫看 这分明是你守卫不立 才被人用礼貌换了太子 你敢说我守卫不立 够了 凌智一事不要生长 近几日家乡巡逻 由一日三巡改为一日五巡 一旦发现精怪无论醉风 即可待不 来 你的号 拿好 来 你稍等一号 谢谢 好 九神医在吗 掌柜的 有人找你 别急 九神医 我们就要搬离北明了 临行前 莲儿想亲自与您道歉 九神医 多谢你 愿意不及一族之别 为我看诊 还为我夫君梦汁 诊治伤口 区区小事而已 不足挂齿 要谢也该谢他三十 凌智姐姐 你这气色看起来好多了 真是太好了 你们这是 要去哪里啊 小岚 我们已经决定 要搬离北明了 所以在临行前 特意来嘱咐你几句 北明国危险丛生 四处都有上青丝的人马 你又还人行不稳 日后 一定要多加小心谨慎才行 知道吗 知道 但是 我不想你们走 我问你 你与那九神医 结尾灵配几日了 半月有余了 不过我修行尚起 估计成人 还得需要些时日 凌智姐姐 凌智姐姐 我要和你们 肯定行 在山话 谢过九神医 我和凌儿都渴有你们 才能保住性命 你记忆重拒 如今放弃着大好的前程 心可有不甘 就神医说笑了 莲儿对我而言 胜过一切 大郎中 快扶我下来 大郎中 九弟 你终归还是冬仙 你们几个 我问问你们 大郎中 明日有没有跟你们提起过我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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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天叫花族的 他就是孙男女 就是孙男女 阿久来了 阿久 阿久 你们这是 即使相遇 也注定无法相守 不要一错再错了 阿久 你究竟是谁 我是小兰呀 日日在你手心上的 那株板栏根 阿久 怎么了阿久 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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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我 阿久 阿久 这种虚 虚浮无力 应该是 应该什么问题 你快说呀 气血不足 气血不足 你看九神医的脸色别细 嘴唇 也不够红润 一定是耗损太多的精元 才导致了头晕发昏 完了 会不会是我夜夜 吸食这呆狼中的灵气 再加上他昨夜又被我连里受伤所致 那应该怎么办呀 问题不大 我去厨房搞点鸡汤 加点红枣枸杞 补补就回来了 好好好 那你快去 快去呀 把那株人参也给我放上啊 知道了 原来都是九神 因为别人医治 现在终于也有人为他担心了 呆郎中 都是我不好 我再也不稀释你的灵气了 我现在已经成人了 你可一定要好起来 呆郎中 不要走 不要走 小蓝 你怎么了 谁啊 谁走在那儿 你给我出来 你再好好休息一会儿 我去看看啊 我一会儿就回来 谁 谁在那儿 你快出来 谁在那儿你 怎么了 你快 我刚想进厨房 生火炖汤 就有人拉着菜刀 躲到后面去了 你看你看你看 就在那儿 就在那儿 谁躲在那儿 去看看呀 我不去 我这小生饭 扛不住菜刀才 你去看看 还不给我住了 怎么是个小孩啊 你是老婆家的小孩 不是 你爹娘呢 你别抢了老板 找我东西 别抢了 你 你 带郎主 你怎么起来了 我没事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臭小子在厨房偷东西 被我抓过阵子啊 这哪儿是小子 这分明是姑娘 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可怜孩子 你看看 都脏成什么样了 老白 烧点热水给她洗洗 哦 对了 对了 老白 那个鸡汤也多炖一点 米饭也多来点啊 哦 看她这样子 一定是饿了很久了吧 你还是没有 厨房里 老白应该剩了些鸡汤 你快去喝了吧 休息 我是说 我饿了 我不管 管你 你们在干什么呀 这不是小孩子能看的事情 快睡觉吧 你怎么跑到外面来做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刚刚吃饭的时候 看你心不在焉的 这样钟 来点个明天 给去看 给自己的 点击 来点击 我们都不在 听我 我 看我 开门 跟 这 口 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我在 你永远都不会孤单了 下雪了 好美啊 你 还饿吗 我的真爱 觉得每个有你的 慢慢瞬间 可以圈圈的涟漪 挡荡进彼此心里面 推开一层层牵牵 回宿月侧绵绵 找你我的心愿 这里走过哪 又有人间 每片片的思念 秋门走到彼此身边 来 满满吃 多吃一点啊 来 还有这个 鸡汤来喽 来 给我吧 这么喜欢小孩 你俩给我生一个谁 来 把这鸡汤喝了 您啊 你怎么一个人来到北明了 自从去年阿爹死了 阿娘改嫁 我就总吃不饱饭 所以来投靠奶奶 我好不容易翻过了北明山 有一对特别好的夫妻 收留了我几日 可是 中秋节那天晚上 他们却被人杀了 中秋 嗯 你说的可是 北明山脚的李氏夫妇 嗯 他们对我可好了 给我饭吃 还做月饼给我吃 就在我们吃月饼的时候 外面有人敲门 李大哥出去开门 然后突然就被 银儿 你可记得 来者的面貌 没有 但我记得 那人穿着官府的衣服 还拿着令牌 说要搜查什么的 可是天太黑了 我没看清他的脸 官府 我那时候太害怕了 就躲了起来 官府的衣服 还有令牌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是你认识的人吗 是最近坊间流传的甚广 所以我就好奇了一下 对了 银儿 明天我们一起陪你去找奶奶 好不好 好 好 来 再喝点 放肆 你是说月圆之夜的凶手不是金管 你有何证据啊 属下已找到了案发当日的小女孩 她目睹了全程 可以证明来者并非金管 查案也好 证据也罢 这都并非你我之责 我上青司的使命 是斩禁天下金怪 而非查案追凶 可冤不平 真凶在逃 我们却还在继续抓捕金怪 这不是本末到质吗 极为金怪何来无辜 九明 我许你在我面前放肆 可若是你继续剑月职权私自查案 到时候惹恼了大理寺 就连我也很难护得住你啊 殿下 属下这就去搜查理事一家 这件事不用你亲自去 派人去盯着就行了 眼下 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即刻搜捕全程 务必抓回灵芝 是 把您二送回奶奶那儿去了 这下终于能放心了 不过您二说得对 这集市还真热闹 小兰 我们还是尽快回白草堂吧 好嘞 急什么呀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要玩火 这是 好香呀 老板 这怎么卖啊 这给六文钱一两 上行司搜捕金怪 这不走走 闲杂人等 速速走开 快收起死 快收起死 快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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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Hay communal 不衡 Advis上清泉 知情 主席 iş 向日 其 这呆郎中 竟然冒险在 伤情四面迁就 因为灵芝一事 上青四巡逻日以严格 看来不能让小兰 再在北冥带下去了 客官 您这是干嘛啊 不好意思 老板 这些香料多少钱 补原价照配 你看 这些够不够 好吧 好吧 快走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呀 这么多好吃的 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 只是 你难得来人间一趟 不得尝尝人间的美味啊 快尝尝 这些都是老白的拿手菜 也不知道喝不喝你的口味 嗯 好吃 这呆郎中 想不到还挺会几天人的 这个先给你 还要送我礼物 天哪 难道他这么快就要向我表白了吗 人家还没准备好吗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为你提前准备的 一些路上可能用到的衣物和盘盏 今天天色已经很晚了 你一会儿吃完早点休息 没人生活 在这里 就没人家 你会儿吃完 När等着 喝酒 不是 我让你喝酒 不喝酒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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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不再见 三 二 七 承兰 等一下 来郎中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 你舍不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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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舍不得我 所以我舍不得我 让你舍不得我 他在救救我 他在救救你 他在救救我 那在救救他 被我们救救你 来 哈哈哈 你 我听到你 你这可有 万恩父业的王八蛋 这可十分 在清水潭一直泡着好 让那个老巫婆把你抓着吃了 气死我 小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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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现在正是上青寺巡逻的时间 她该不回 韩燕 九明大人 今日是否有抓到金怪 没有 今日未想 我知道了 这九明匆匆忙忙的所为何事啊 属下也不止 她询问师父有金怪被抓捕后 就匆匆离去了 灵芝被捕那一夜 九明冻没冻过藏药香 那夜殿下走后 她曾回过藏药庚 什么人 九明大人 哪儿 这儿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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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人盯着把草堂 有任何风吹草动 即刻上报给我 是 属下这就安排 什么人哪 快把我放出来 好你个老乌头 快把我松开 住口 屋头就算了 还老屋头 你礼貌吗你 小菠草 我可告诉你 你跟那个野男人 四逃出结界的事情 生长老已经知道了 我可是奉命将你拿回来 野男人 我看你呀 就是嫉妒我 把他呆郎中给抢走了 想报复我 我一会儿就告诉这老天 那太好了 你赶紧去告诉他 正好这生长老呢 也有一桩美事 要告诉你 什么美事啊 你既已成人多日 按照规矩来说呢 也该婚配了 我跟生长老商议过了 将你许备给黄芪 即刻成婚 鼓掌 黄芪 莱恩 长老 板栏跟我已寻回 另外 我还在北明山布了线索 那个郎中看到后 定会寻到我们草药寨来的 好 既然他能够破了结界 那就让我看看 他究竟有什么本事 是 克星 他琢磨了 贪 贪 与贪 对 那我们有大事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怎么了 幸好你及时来救我 因为我想嫁的人只有你 疼死我了 不疼 假的 你弄疼人家了 你不是小兰 不是又如何 他摆了根能给你的 我都能给你 你把小兰怎么样了 按照我们草药寨的规矩 他将于今日正午之时嫁给黄奇 现在已日上三竿 你若是想抢亲的话 怕是来不及了 救神医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长老 我不要跟他结婚 我不喜欢黄奇 你看他那样 我不喜欢他 小兰 不要再闹了 你自由六根不全 不可离开姐姐呀 我也不想一辈子都在这儿 我要跟灵芝姐姐一样 好 来人 把她的嘴堵上 小兰 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你终于嫁给了我 兰 我也爱你 我也同意 好 吉时已到 黄奇 黄奇 韩兰根 你们自幼相伴 共目千路天光 我今日便做主 为你们赐婚 九神医 这个小兰与黄奇一旦里成 你们的灵配关系自然会解除 到时候呢 你从了我 岂不两全其美 你若愿意呢 我帮你此生荣华富贵 好不好 还请姑娘自重 你别敬酒不止吃罚酒 九神医 九神医 你回来 你回 臭男人 臭男人 我 你带来 你 好的 我 跟 你 是谁啊 小兰 你要干什么呀你 就是有人要抢婚哪 抢婚的话 是啊 这还得了 这太不像话了 这让我们草药炸的面子 往哪儿去了呀 成何几重呢 那我这干什么 吹后 快吹后 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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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在上 小兰施礼了 成 成 大人 成 成了 小兰 施礼 全都 尽 成了 我 成了 上 尽 小兰 明儿 邮 素不相识 但方才一看出来 您资质不凡 并非凡人之局呀 这是今日之时 还望您能放过曹耀寨 张老放心 我此次茂然前来 其实只为一事 你干啥呢 有事一会儿再说 你在干啥呢 娘子 什么娘子 黄芊 叫谁娘子呢 咱俩已经里程了 你看 现在太阳这么好 咱俩去吧 动法 住住住 住什么动法呀 你自己带上 刚刚找老话说 一半就被打断了 自然不算里程 我宣布 你我婚事 作废 这里这身喜福没脱 赶紧 绿身粮草 说不定 动法还能用上呢 小兰 你进来 小兰 你既已修成人形 为何还不解除于这位大人的灵配 而拖延至今呢 我 长老 我唯有与小兰同死同伤 在山下才能护她平安 如今她既已归斩 我便可放心了 小兰 小兰 昨夜 事物不对 不该对你说那样的话 只是北明城的确凶险 你还是留在寨中 比较安全 郎中 那夜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要做彼此的亲人 一起研习医术 治病救人 你怎么现在就反悔了 小兰 你身为一株六根不全的板蓝根 修炼百年不得长进 再错过于皇妻的婚约 此生便再无修仙的机会了呀 我压根就不想修仙 若不得自由 不能爱人 那做神像又有什么意思呀 而且我现在已经成人了 我呀 要做的是小兰 孩子 你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吗 多年前 福灵在山里 和一位公子一见钟情 便和他一起到人间 结婚 生子 取了后来 这位公子为了自保 供出了福灵 福灵 即便后来从上青寺逃了出来 他也失去了仙根 成了如今这种疯癫的模样 孩子 你真的还要去人间吗 我会与阿九相处的这些时日 我知道他品性纯良 医者人心 他愿意为了我一个人来到草药寨 我也愿意为了他到人间生活 阿九 无论前方有何险阙 我都愿意与你携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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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负所托 善待小岸 拼尽兴 也往湖的周全 我不敢困越着红尘交流 身后我寻绕过半生如昔暮霓虹 前世看风未跌飞过美风 不过平生一场梦 九神医今天怎么还没出诊呢 咋了 今天到底还能看病吗 都等着一个时辰了 小岚 来了来了 你可算醒了 感觉好点没有 还说自己是九神医呢 才淋了一点雨 就病得这么厉害 别说自己是九神医的 我们也没说过 可能会是九神医的 我们也没说过 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也没说过 多久 来 这是我特地给你泡的推烧药 你快赶紧喝了 压压精 你快赶紧喝了 你快赶紧喝了 怎么样 这是什么药 无色无味 至青至透 我从来没有喝过 您赶紧喝了就是了 我可是板狼根警官 那是我的洗澡水 自然就是退烧药了 你好好休息 今日我替你看诊 大夫 你说我这嗓子能治好吗 那肯定可以啊 老白 把我那特制的风寒凌拿过来 这一晚下去啊 药到病出 怎么样 好多了 我跟你们说呀 今日是个女郎中 这药啊还真是有奇象呢 女郎中 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所谓改方林区 九神医进来身体抱恙 配此请小蓝神医代为作者 那小蓝神医啊 貌美如花 人见人爱 和我们家九神医更是株莲蜜活 还请女豹郎 太久人了 俗多了 对 我们家小蓝神医啊 不仅一树高超 妙省为春 那一碗风寒凌下去啊 保证油道病除 所以啊 还得请各位 各位改访邻居 夺夺做宣传 我老妹在这儿谢谢各位了 谢谢 这百草堂啊 又出了一名神医 谢谢各位啊 谢谢 你说九明之身一人上了北明山 回来时却带了一位姑娘 是 此女子如今在百草堂作诊 号称小兰神医 一晚风寒凌可治百病 当初灵芝逃跑时 属下曾去百草堂寻找九明大人 她当时正在与这小兰神医 共遇 九明大人还特意叮嘱属下 不要暴露身份 如今想来 的确是有些蹊跷 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是对那个小兰神医 颇感兴趣 被叫 去百草堂 是 有人吗 九神医在吗 来了来了 谁呀 好什么呀 这老爸又去哪儿了 是你呀 你母亲的病好点没有 九神医最近身体包药 所以我呀替她来看诊 脱九神医的福已经安然无恙 倒是你 看你年纪轻轻的样子 竟能替九神医问诊 想必是有什么 过人之处吧 对啊 我肯定有我的过人之处啊 就算你的脑子有病啊 我也可以给你治好的 谁脑子有病啊 放肆 寒夜 不得无礼 是 殿下 小兰神医 是在下 偶感风寒 身体欠佳 不知 小兰神医可有良方啊 有 包你 药道病除 等我一下 那 我的独家秘方 封寒陵 一晚下去立刻见效 哎 先付钱再喝药 那这一碗多少银子 嗯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是精怪所致 单凭一碗汤药尚难以断定 单草药精怪 身上的气味很浓 若是能让我见上一面 老夫一闻便知 殿下 久明大人在门外求见 让他进来 是 九明啊 深夜前来 所为何事啊 当初我进入上青寺之时 你我便约定 这朔协影 这朔协胞 神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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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信我身体抱恙 百草堂事物繁多 我已乌暇分身 还请 叶千王兑现当日诺言 允许我 卸达皃依 这人马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现在正是精怪猖狂之时 这尚青丝没了你 那还了得 再说了 我听说这小蓝神医医术精湛 不也为你分忧不少吗 香野小女 何来医术 我不过是看她可怜 收留几日吧 你不来我还忘了呢 近日啊 有意狼独精怪作乱 此人行驶嚣张 法术高强 我让韩业派人 缉拿了多次的武 此郎独精怪 将会在天灯皆是纵火焚烧 趁乱枪劫 若是你这次能够 擒拿住这精怪 我就与你 谢家恩贵依 早就听闻这天灯 这天灯级热闹非凡 是北明除夕以外的第二大节情 果然名不虚传 居士一刻放天灯 可不要迟到了 听说两个人要是一起放的天灯啊 真的永不分离呢 快走快走 等白狼中来了 我要跟他去放天灯 等白狼中来了 等白狼中来了 我要跟他去放天灯 小兰姐姐 你也来这里卖天灯了 对呀 小兰姐姐 你看看我的天灯 来 小兰姐姐 小兰姐姐 九神医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呀 她出诊了一会儿就到 我先过来等她 一会儿等她过来提斯就好了 救命 这呆牢中 怎么还不拉 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大人 我们回去领赏吧 从今天起 我和尚清司 再无瓜葛 奇怪 难道是老夫弄错了 对不起 我迟到了 好香呀 给你看 这里啊就差你提次了 一会时辰快到了 我们赶紧去放花灯吧 好 王爷 但是 可有发现什么异常 可能是老夫弄错了 属下无能 请王爷责罚 小兰 你想好许什么愿了吗 嗯 我要许你今生今世 不 生生世世 都平平安安的 刚刚刚你一直没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你遇到什么危险了 这是我亲手制作的童心香囊 你时刻把他挂在身上 就像我每天陪在你身边一样 嗯 好 这样你的气味 就不会被赏青丝发现 你的平安 就是我许下的最大愿望 此生气过 与此成熟 都拥抱 都拥抱 执子之生 与此偕老 与此偕老 马断又兵荒 我陪你逃亡 是任何地方 人人是抵抗 世界的荒粮 城市在荒唐 生命在漫长 也无妨 父亲 João 来 你 Lazio 你 人人ge 你 都就是 还有 以前 还有个九神医陪我来着 现在她有小蓝姑娘了 可怜我这个寡家孤人 掌柜的咋自己回来了 是吧 踩走多久就累了 她在跟阿哥说话 我人家才刚成立了 刚刚河边那么多人 我被踩了好几脚呢 是那你这个小小姐没办法 上来吧 走喽 似乎你出见你是重了些 哪有 你乱讲 重些好 有福气 祖母 不一定是在祖母 这医王找九神医探病 都挂不上号 这如今好了 我这腰疼啊 都半年了 这小蓝神医是什么来头 她的九神医都没法给我瞧病了 下一位 你等一下 这是我们女神医的号 这是我们女神医的号 查一位 来 把手给我吧 姑娘 你这个月可是 鬼血不条 来 那小蓝姑娘看起来聪慧寡人 咋够偏偏是个精怪呢 老白 哪有 我就说掌柜的一向不尽女神 就是被这诡计多端的精怪 给迷了心子了 不行 要马上把这个事情 报给上青丝才行 老白 老白 哪有 哦 跟我来 凡事还是不可过度测诺 好的 阿桥 我们必定好出去玩好吗 好啊 两位 吃点什么 你看看 想吃什么 这样吧 这个菜单上的东西 你都给我上一份 好嘞 跟我来一份 这么多 我们吃不完怎么办啊 再说了 挺浪费钱的 吴氏 你吃不完的 我吃 这个菜单上是自己的 这一项 我们吃得了 首先 我们先来 你吃得了 你吃得了 有什么 就是 你自己吃得了 很快 我吃得了 你尝尝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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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尝尝这个 你尝尝这个 老黄 问问您好 你说 他们有没有可能是一种跨越宗族的真男人 那我去报案岂不是 破坏了他们的好事 当我们掌柜的相爱不经历谁 偏偏找一只精怪那里 那么成他们有啥子特殊的癖好 不行不行 我 我不能看到张桂梁王胡坑的头条 你说你一直快下国来急 你懂啥子吗 我 满味你了 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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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啊 刚进的刚进的 再说 九明也不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 令人加强巡逻 看看能不能 探出什么风声 是 您拿好 看这个看这个 快点 姑娘 看看咱家手势 咱家这手势 都是独一无二的 您看看 这些都是最新的呀 是啊 您看看喜欢哪个 好漂亮 好看吗 好看 姑娘长得漂亮 戴什么都好看 嗯 气风吹散了雨夜 这个也好看 嗯 好看 每个都说好看 怎么学呀 你这看的东西 是什么 我全要了 行行行行 公子 您对您夫人 那是真好 那当然 我的夫人 我当然要出来 是是是 您说的是 都送到白嗓堂 好嘞 客官慢走啊 是 你方才称我为夫人 到底做不做书 当然不做书 这人间的婚事 讲究的是 明媒正确 三书六礼 四聘五金 其事 我在人前那句戏言 就能做书的 小岚 嗯 你若真的愿意嫁 我定样样不拉 风风光光地娶你 嗯 嗯 自从到了人间呀 还想念起山里的生活 我说你怎么大卿尘 才要跟我上山采药 原来是小家了 其实啊 我是为了这个 嗯 自从下了山以后啊 这山间的尘露 就好久都没喝过了 真是想念 您喜欢喝尘露啊 那当然了 这天光和尘露啊 对我们草药来说 是最珍贵的养量 成人以后啊 早上就再也起不来了 就很久都没喝过了 嗯 我去那边看看 尘露 在门外收好 是 这是 管一 少庆司例行巡查 管一好嘞 进来殿内可有医呀 没有 εί藏在 没有发现金怪 没有 没有发现金怪 对了 九神医去哪了 我家老母患病 还想找他开点药呢 九神医啊 九神医他们一大早就去 北 北明山采游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 他们 哎呦 我也在等 慢一点 你累了 上来吧 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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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下亲眼所见 那女子确实为精怪无疑 只可惜 九明大人听的女子挡了一箭 属下才未能得受 你说你伤了九明 你伤了九明 是 九明大人对上青寺的战术实在过于熟悉 还未动手便已察觉到异样 后来他更是演过那精怪套 殿下息怒 属下会继续派人紧盯摆扫堂 只在将九明大人引开后方看 九明是精怪吗 那你为何伤他 废 他伤是怎么样 他 剑上无毒 应该不会伤及性命 伤得这么深 一定很疼吧 我现在给你疗伤 好点了吗 早就听说上青寺的手段卑鄙 没想到他们还搞偷袭 真是 幸好你反应快 不然肯定要被他们抓走了 不对啊 你个郎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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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九明大人和那金怪合谋 恐对上青司不利 他们不会合谋的 九明性格隐忍 习惯了独当一面 定不会看自己心爱之人陷入险境 可那金怪留在北明始终是个祸害 殿下 您打算如何应对 玉琴故纵 咋规的 我晓得小兰就是金怪了 你看看她把你害成啥子样了 老白 你与我朝夕相处 发现小兰的身份是自然 不过既然如此 你更以赖知道 她并非恶人 活不活人倒无所谓 关键她 她都不是人善 我们平常老白心 是动不过上青司的 要我说 趁现在还没出事 就赶紧把这个姑奶奶送走蝶了 这个 这个 你咋画了一根草在帮子上 这是灵霈图纹 我与她已结成灵霈 同死同伤 这便是印证 同 灵霈 她给你下鼓了 好 老白 近日发生了许多事情 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要不 我给你寻个东家 你尽快离开白澡堂吧 掌柜的 你是赶我走 除了白澡堂 我哪儿都不去 既然你认定了小蓝姑娘 那我老婆也是认定你的 我不走 不走 阿九 你回来啦 你醒了 你醒了 我再来 你醒了 我看你 我你看我 我看你 你醒了 我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难道他们有了破除结界的办法 你说过 这结界 是由申长老千年修为所设 而且地界偏远 凡人就算找到了 也进不去 不会有事的 这不是上青丝的人 是有什么大神皇上的 听说上青丝 今日在北明山大获全盛 那参草药寨的金怪 全被一网打尽了 我还听说呀 这大部分可都是献给皇上的 珍惜草药金怪 那得多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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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没看到有人死伤 区区两个是人 凭这么几个人 根本不可能抓到很多金管 你说那上青寺的人 拖到牢乡到山上去游行 图杀 从北明山到上青寺 最近的是走西边 可是他们却偏偏绕到了 百草堂门外走了一圈 明显就是故意做给我们看的 我明白了 掌柜的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想激怒小兰 然后想让小兰闯进上青寺去救人 小兰今天一直在卧房没有出来吗 没有 她晓得这个事情以后 一直卧床不起 晚饭都是我端进去给她吃的 不对 掌柜的 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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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 你被长老赶出去以后一直心怀恨意 既是同族 我岂能见死不救 我现在施法救你 在这里见到别的草药精怪吗 那你又是怎么被杀进来的 也就是老子倒霉 摊了点小财 落了他们的陷阱 要是再让我见到那个救命 我一定把他生吞活泼了 别让他们口了 让开 你快走 我施法拖住他们 老子才不用女人来护着 好啊 愣着干吗 喵 九神医 你既已卸降 并不再是上青丝的 看在往日的交情上 不要逼我动手 仔细搜查 不要翻过任何角落 本王并未撞击神的鬼子 叶骞王恕罪 走 我们去那边找找 你是亲了 皇上的弟弟 想不到在我北明 还有不识我非夜之人 若暗掌幼 他还要换我一生兄长呢 我刚来北明不久 对这边还不太熟悉 所以才误闯了上青丝 谢谢你救了我 举手之狼 何足挂齿 我烧你一路吧 月光 暮光 微亮 夜带长幽纯 声响 思念在回答 只割温 声声 虚然伤了霜 回想 过往 景象 幻想 一场催 怕 天亮 和我靠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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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惆怅 凌亡在显现 你的模样 四海八幻 一生人来人往 难免又散场 又刀法 试试长 生命就这样聚散无常 只剩你在身旁 只剩你在身旁 哪怕是流浪 也依然的勇往 如人间无常 哪段有病狂 我陪你逃亡 是任何地方 非烟 我绝不愿你赏他分毫 阿久 为了救他 你竟与我反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家中女卷突发高热 卧床不起 听闻小兰神医专制此证 不知可否方便到府上一看 请我 老白 快快快 把我箱子拿出来 要别 小蓝神医啊 今天刚好 没空 没空 可我看这儿 并无患者 在下阿久 见过长事 九神医 九仰大名 小蓝姑娘 自历尚济 医术不精 恐怕难当大人 不如就由我 亲自入府 为其诊治 如何 可家中患者 是名年轻女眷 九神医身为男子 怕是都有不变 你在干嘛呀 我们不是说好了 女子都交由我来诊治吗 其他女子可以 这次不行 为什么 我说不行就不行 好吧 医者人心 无关性别 还是别耽误了时辰 误了病情 会儿 酒神医 这边请 救神医这边请 救神医这边请 是吗 像是吗 分架 是吗 这边请 叶秦王的府中 并无女眷生病 对吧 叶秦王为人低调 这府邸 向来也不为人知 九神医既然知晓 着实令元香佩服 叶秦王 向来喜闻莲花 会每日派人采新鲜莲花共之 这被明城独以无二 你身上 便是这香 可不可以 属于 叶秦王早已料到 九神医定会带围前来 特意在书房等候多时 九神医 这边请 白草堂请医 是为了印证小兰的身份 北冥山社福 却被你挡了一件 尚青司一局 是欲擒故纵 你呀 利刃相对 够狠 这下一子 要下在何处 还请叶亲王明示 当年我把你带回府上的时候 你不过竖发之年 那时我就让你换我做夜袖 不必喊我叶亲王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反倒忘了 叶亲王当年的知遇之恩 阿九永至不忘 我十六岁那年便向先帝请叶 前去束手边关 金戈铁马十数载 才换得了我北冥的太平盛世 可还为班师回朝 便被自己的亲弟弟夺去了皇位 如今就只能做这么一个 抓捕精怪的闲散王爷 你觉得我会甘心吗 为君者 志在卫民谋府 护国太平 凡能做到以上 不论地位高低 百姓 皆静止 好 你说得好 可当今皇帝 昏庸无度不理朝政 只一心痴迷于长寿之道 多年来我上青丝所捕精怪 皆被炼丹卸生 派姓名不聊生 朝取动荡 这些 我都看在眼里 心有疯狠 却无能为力 我上青丝虽然兵力不多 但皆为精锐 你我二人若能联手 再加之精怪之艺术 借势起兵 定能夺得这天下 到时我就颁布诏书 与天下精怪和平共处 你与小兰姑娘 也就能双宿双妃了 非言 你若真心系百姓 联系无辜 不至于将我蒙骗至今 叶亲王今夜心不得珍惜尽怪 还得请丹师尽快练花才好 好啊 快带老夫前去一看 纵使皇上痴迷脸蛋 你又何尝不是在助纣为女 还有李氏夫妇一案 我以全情知晓 就是你派人所杀 尚情寺所谓抓捕精怪 为民除害 其实都是为了你的义气私欲 多年来 你假造凶案 谋害精怪 满杀了多少无辜 你满嘴仁义道德 所行却残暴至极 这一次 我不会信你了 九明 你年少时曾对我说过 我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与我而言 你又何尝不是 你现在回头 我恕你无罪 叶秦王 道不懂 不相为谋 阿久告辞 凤天成谕 皇帝赵曰 中指的美女 真是梁 传十六 中指的美女 疮天成谕 皇帝赵曰 中秋节凶案一点颇多 尚庆司难辞其咎 故现将此案移交大理寺调查 期间尚庆司许配合办案 暂时封闭 钦此 叶亲王 圣上有令 凶案不明 还请您暂逼扶上 无诏不得出行 小兰姑娘 你磨叽动作 呆狼主 臭狼主 昨天有部分青红皂 把她抢往病人 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快快当初不顾一切地跟她狭闪 现在呢 腻了 转了 你们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哎 你不要误伤啊 哎呀 我们掌柜的 可是北面一等一的好男人 等她回来了 你就什么都知道了嘛 小兰姑娘 你不要走 这肯定是个误会才 你等她回 小兰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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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兰姐姐 我奶奶摔倒了 请我您快去看看她吧 宁儿 你先别急啊 姐姐现在就随你去 小兰姐姐快点 小兰姐姐快点 小兰姐姐往这边走 非常好 哎 哎 不对呀 宁儿 我怎么记得 你家好像不是这个方向啊 哎 你去哪里呀 走 小岚 那日 我曾向你允诺 要将你明媒正娶 风风光光地娶回家 这人间的婚事 讲究的是明媒正娶 有人真的愿意娶 我听样样不拉 风风光光地娶 如今 三书六礼 四瓶五金 我都已备好 小岚 你可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你走进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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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兰姐姐都是聘书 请准新娘 在婚书上按下手印 婚约已定 接下来 应该是南方送上聘礼啦 你走进双眼 凌智姐姐 你怎么来了 假怪 你成亲 我当然要带着嫁妆来看你了 小兰 出了五金 这是我全部的家当 从今天起 我的遗切 包括我 都是你的 接下来 就该请妻了 再过三日的初九 也就是良辰吉日 不知这位准新娘 意下如何 好 好 都好 好 好 行吧 好 我和你做好 好 好 宝宝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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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大理寺教侯进来 此番行动 怕是没那么容易 允香 当您修建上青寺的时候 我曾让你为地牢留有一暗囊 可还在 回殿下 尚在 辅兵现有多少 共三千余人 好 再让韩夜召集上青寺所有兵马 本王筹谋多年 绝不能 共亏一亏 阿九 你真的愿意娶一个精怪为妻子吗 你会后悔吗 此生所愿 此生无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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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过河 现在长得挺好的呀 给你修剪一下 快修穿人行了吧 还挺香 小兰 你可算回来了 明智姐姐 怎么没见 九神医跟你一起回来 她呀 在准备明天用的喜酵呢 我还给她找了八个 在城里打工的金怪 明天就可以一起来接亲了 好 身找老郑子堂内 安排明日的婚事呢 就差你了 快跟我来 嗯 明日这婚事 就交由你们二位了 嗯 你走之后 黄芪便和枸杞成了亲 二人两情相悦 如心枸杞 还有身孕呢呢 太好了 去吧 这婚礼呀 一定要热闹 天长老 小心吧 一日不见如鸽三丘 好想你呀 哎 对了 黄芪搞起 还为祝你们新欢快乐 多此多福呢 这个呀 还得感谢当日小兰 不价值 哎 好了好了好了 你说马上都成亲了 还嘻嘻哈哈的 没个正行 你说这要嫁过去 再被九神医笑话 啊 阿九才不会呢 嗯 而且她说了 以后啊 会常常陪我回来看你的 好啊 嗯 好 明日成亲的事宜啊 我已交与黄芪和枸杞 去安置 他们二人刚刚成亲 比较有经验 等到明日 阿九和那位姓白的公子 来迎亲 我就施法呀 打开捷径 他们就可以出入自由了 这草药寨千年来 从未打开过结界 会不会有危险啊 哎呀 无妨无妨啊 咱们草药寨呀 地处偏远 又在结界之中 这人类呀 根本就找不到我们 放心放心 好 救命 好 来 海老百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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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 攒劍 太攒劍了 明天要再配上八台大将 去了那草药寨 也给我们烦人省省脸 你 掌 掌柜的 你 你咋啦 是不是老毛病犯了 无妨 我去厨房给你搞点鸡汤补补身子 明天这种大喜日子 千万别出了任何插池 仙女 九神医 玉湖游礼 福 什么福 我北面居然有如此清新特殊的女子 我竟然还不晓得 你难怪我龙贝儿单身之间 来的都是缘分 为何我总是觉得你像我的一位故人 但我却没有一点记忆 很久以前 我曾是您殿内一盏玉湖 幸得您点话才学为人心 此次冒险前来 这是为了劝你 不要成亲 你刚才是说不能成亲 为何 因为你所梦到的血魂 并非虚幻 而是你的前世 前世 你是说前世我也和小兰成亲了 可为何我在梦中见到她栖息奄奄 前世今生自有因果 你和她身份不同 跨越种族的结合 恐难善过 那灵芝和梦芝 也是一个精怪 一个凡人 为何他们就可得 你并非凡人 今世恐怕你也难逃此劫 来了来了 鸡汤来了 还烫起来 你两个快尝尝 诶 鞋 鞋女来 灵芝姐姐 你看这个 好看吗 好看 那明天就戴这个 久明大人 把灵芝带走 我知道你并非凶手 今日放你离开 此事 不要对任何人提起 这里面的箱子 也是九神医的 对啊 这是她衣柜里拿出来的 我正好没有箱子 就拿她这个来装喽 正好 给我装首饰用 难道九神医与上青丝 有什么瓜葛 不会的 九神医一整人心 又对小兰情深意重 她不可能是上青丝的人 大婚当前 大婚当前 还是不要结婉生枝了 大婚当前 还是不要结婉生枝了 这不就是个丑郎中吗 这不就是个丑郎 哈哈 弃梦吹散了 诶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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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长老 把姐姐打开吧 你走尽双眼 玩玩 人类影子打印在湖面 你跳过这水线 你岁月玩玩 在 有你的故事走一圈 你替我当出了孤单 灰色的发眠眠 找到你我的眷恋 就让每个有你的 茫茫瞬间 你圈圈的涟漪 挥游荡进彼此心里面 要情相远到永远 狼独 九明大人 好久不见 你 伤青寺这帮混蛋 竟然利用老子抓金怪 反而没一个说话算话的 朗督 你既已逃离赏青寺 现在收手 我放你归山 放你两个头 上灰暗算老子 这个仇 我一定要报 怎么办 小心 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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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顽膏 好 你 报复 好 是 行啊 好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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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取散无常 只剩你在身旁 哪怕是流浪 也依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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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陪你逃亡 是任何地方 允许 抵抗 时间 关联 除了不要上堂 我哪儿都不去 既然你认定了小蓝姑娘 那我老辈也是认定你的 别无法 别无法 走 好 走鬼的 我还是 到一回见你 那么厉害 我老辈也没啥子冷了 你 你死前 也算是为你出过一份力 有什么事啊 你这辈子还长着呢 快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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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小蓝 快去接小蓝姑娘 老辈 快去 快去 我要你 我要你跟我一起去 一起去 好吗 老辈 我 别 不是 我还看你 你 你 不快去 你 你 我 你 你怎麽想 你不想 不好 小岚出事了 驾 驾 九明大人 狼徒 上回暗算老子 这个仇 打死我的小鞋 我们老北也算是冷的 你四季 也算是为你出来一份离了 不好 小岚出事了 驾 驾 驾 叶清王有令 甘抓到珍贵草药者 有中赏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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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我俗人 要你走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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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国际 国际 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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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万不能被他们抓走 公子 小兰 状态 你 ジャ 躲了这么久 终归也是躲不过了 那是千年人参 抓到者 赏黄金百两 毕竟花了 毕竟花了 媽 你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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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兰 凌芝 你们快 跑 跑 快 快 跑 快 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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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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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实为金怪杀人 解封尚青寺 这脚明走了以后 司卫一直一直空缺着 韩叶大人 意下如何呀 谢殿下 属下在所不辞 岳孝全马之劳 那柱板蓝根金怪现在何处啊 他尚被关在殿牢里 说来也怪 其他金怪都是浴火还行 就连那千年人参 也挡不住殿下的夺魂剑 可唯独这柱板蓝根 竟然不怕火 有意思 叶星王有令 凡抓到珍贵草药者 有证傻 有意思 不放弃 有意思 小婉 你不能被他们抓走 烧 直到把他烧出原形为止 什么 你怎么回事 九明大人 您的伤口刚刚上药 不便行动 还是回屋歇着吧 小岚呢 你们把小岚怎么样了 非烟哪 我要见非烟 叶亲王此时正在上青司处理事务 特地嘱咐奴婢好生照看您 并让奴婢代为转达一句话 弃暗投明 既往不咎 你把非烟叫过来 你把非烟叫过来 我曾经那般劝 没想到还是走到了今天这步 或许命中的劫 注定无法逃脱 为什么 若是我的劫 等会成功呀 我要了解 无法逃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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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 那定是承受着更大的痛苦 小岚只是一个监管 她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我要去救她 我要去救她 你先保住你自己的命吧 你吉身只是一个凡人 承受不住这些的 我一定要去救她 若不是因为我 刘宅不会复灭 我一定要去救她 老夫自诩纵难精怪无数 可此精怪发力之高强 真是闻所未闻 王爷 有她一人之精魂 可抵得天下精怪 灭我族人 是战 是场 天 助我也 这不可能 小岚只是一个精怪 她怎么会有魅主的法力 牛蒂 你 听你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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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身削愈 而其魂魄却逃至尘还 在转世之中 寻找重生的机会 如今看来 小岚便是魅主的转世 所以 她才说 她六根不全 毒雀肉身 小岚眼中的三火针蚊 就是魅主重生之招 本该是一介凡人的蓝绽 却因魅主之魂 转世为金光 九弟 九弟皆知 请魅主在精怪体内重现 为保三界太平 更准先恢复你的神力 手刃七魂 一度金氏之计 如此便可罪孽全消 重归苍穹 斩情剑 有苍穹之殿的圣火 驻恋千年而成 可斩绝七情 灭魂世破 我若是 不接这纸 又能如何 不接这纸 若拒不戒指 违逆天道 便会形神俱灭 完结不复 多顿 又能不能及鸟 还以为万一 可不难及盼 我 我 detailed 你这个 我的Diamy 我 我 我 一个 我 你 我 前世 你是九弟 我是兰真 这一世 你是救命 我是金管 你注定是要亲手杀了我 不论前世今世 不管我是谁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 我绝不 来不及了 都已经来不及了 你我注定不敢相恋 你我往后生死无关 再无瓜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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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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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世情 今生寨 红尘文辉 就当大梦一场 若是前世不相亲 今生何必有相亲 若是红尘轮回 终是大梦一场 挖酒 冤于小岸 长 水 不 心 不要再来找我 否则 我一定会杀了你 冲锋不为谁动容 直接一盏东风来入怀州 我不敢困愿着风尘交流 身后我寻绕过 白山细目霓虹 前世看风 未点黑过的每一封 不过平生一场梦 我 你 spirás 剩佑剑剑스啊剩佑励的剑 EUA剩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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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行进去埋伏 既然是祭祀 为何这里不见牌位 莲花警官 他怎么会在这儿 布阵 太上之灵 套入孤魂 太上之灵 套入孤魂 若此原神 速度会毁魂 幻王咒 飞烟 到底想干什么 以你的精魄 我 滋养莲儿的根源 以原香的身躯 承载莲儿的灵魂 如此一来 我就能换回我的莲儿了 你杀遍精怪 就为了换他性命 我杀遍天下精怪 取出精魄 就是为了再见到他一眼 可我从未成功过 如今天 驻我眼 我遇到了你 我只需要你一人的精魄即可 这么多年了 今日 我终于可以再看到你 大海有魂 何处留魂 三魂倒下 七魄才离 小岚姑娘体内的魅主之魂 正在苏醒 三千口有大难 小岚姑娘体内的魅主 小兰 救命 你我 兄弟一场 我给过你机会 如今即便是让我杀了你 我也要复活我的莲儿 非夜 我不会让你伤害小兰的 你应该是最理解我的人 你爱上了一个金冠 我也爱上了一个金冠 你愿意为了他废坏我 我义轩衣为了我的莲儿 当今金冠真逗 随意 停手 除非 从我的尸首上踏过去 我得我们下来的一场 我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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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扶你 我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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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兰 九弟竟然能够抵挡魅楚之力的精神 小兰 小兰 你快醒醒 小兰 我是呆郎柱 我是阿九 你看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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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郎柱 我都那样说了 你为什么还要来救我 我说过 凭尽性命 我也会保护你 殿下 殿下 我说我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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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t 你 莲儿 不怕 不怕 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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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 不怕 莲儿 小兰姑娘 你法术高强 求 求求你 求求她 求求你 求求她 求求 求求你 求求她 你煞遍尽管 为患莲花之命 但你可知道 她的根落 早已腐烂入魂 即使你布下这针法 也不可能让一株无根的莲花 重生为人 都怪你们 都怪你们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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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原下 无能 我 还不回 你的莲儿 对不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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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杀了你 当下有魂 何处留刺 荒唐 生命在满城 依然不曾忘 你手心滚躁 带着我起床 那世界战场 怎么有 老白 这是你生前 最爱偷喝的酒 我给你满上 这儿灵气充足 我把你葬在这里 让你往生 也会更快一些 有神医 九明一世 我已同小兰说清 她知道 你从未亲手杀害过任何警官 也知道 上次是你救的我 这回 也都亏了你 草药寨 才能换回一线生计 只要是 你 你 不得不问你一句 你与小兰的婚事 是否还作数 当然 我与小兰生死相依 永不分离 若天不遂我愿 我便 逆天而行 死生切阔 永世不离 永不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晓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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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害小兰 有意 魅主本该跟着兰箴魂飞魄散 是你擅自降下先路 才让魅图传实成警惠 无情 只有你能除掉他 到底要起三界众生于不顾吗 无情是 是你杀死了他 是又怎样 他不愧一界凡人 命若无尘 死又何惜 九弟 不要一错再错 你是苍穹的神仙 你必须守护三界太平 残害无辜 如杀一族 这就是你所谓的三界太平 不救苍生 不得爱人 这神仙 我作也罢 九弟 你在动什么 若我是这世界唯一能伤害之人 那便以我之命 我他有试含你 我他有试含你 我 我ist个人 ………… 好 太郎重 我 太郎重 太郎重 我 太郎重 只像你在身旁 哪怕是流浪 也依然的勇往 说人间无常 慢慢有病患 我陪你逃亡 去任何地方 太郎重 我 我不要你死 太郎重 主神听令 合力共议 杀我所爱之事 我要你们先去 退走 快 再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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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窗那世界战场 像模样 娘 那后来呢 后来魅主神魂自此消散 天尊放他们二人回到了晨魂 做回了凡人 那他们怎么不去做神仙了呢 好了 当神仙有什么好的 还是一家三口在一起最重要 对不对 你说对吗 你说得都对 不接 大哥 我是来上山采药的 想来淘口水喝 来 让我看看 你都采了什么好东西 你还在客气啊 快进来 快快快 走 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 来 老白 刚用陈禄气的吧 快找找 好 等等 你怎么知道我心态啊 来 那当然 我们在这里等了你几百年了 可算等了你 可是 小生机 不过十八呀 不许儿真可爱 来 什么呀 你都不好 你都不好啊 你都不好啊 来 快点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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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